欢迎各位训练回到我们课堂 下面呢我们跟大家讲讲什么呢 讲讲那个构策函数的抽策略表 我们看看上面我们讲哪些东西了 上面我们讲到这里 基本上是什么呢 把一个对象的抽策化 就是一个对象的 有餐午餐 拷贝过灶 无论拷贝过灶 还有还有这个教育方法 给大家介绍差不多了 下面呢我们该研究什么呢 该研究两个对象了 这就是说在一个对象里边 组合了另外一个对象 然后他来之间有关系啊 所以说按照我们的学习的技术路线 就是往下走对不对 就按照这个前沿我们这个技术路线 是吧 一个对象了 那看两个对象 对啊 两个对象了 难道我们我们这样有这么 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场景 我们看一下啊 直接我给他调一个案例 那建一个新建的文件 在某 在某 在某一零 这样 够的函数的话列表啊 他 假设有这么一个类 class a 哇 f7变一把 啊 没问题 那这个a啊 我写了一个有参的构则函数 是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有下方向a吧 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习这些指针 然后呢 a等于下方向a 是吧 f7变一把 因为我们已经定义了一个构则函数 所以说呢 我们用这个类定义边缘的时候 是不是必须要使用这个构则函数啊 啊 这是我们刚才给他讲的 讲的内容对不对啊 可以 这样吧 f7变一把 假设有另外一个类 b 这个b里边组合了a 组合了a啥意思啊 就是说在b里边 他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啊 恰恰就是 a a a 他还不 他不止一个 还有俩 同时呢 他还有b 这么一个基础的手机类型 也有一个b 2 这么一个基础 是吧 你看看啊 你编译 你会发现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写了什么呢 啊 然后呢 我们再用类定义变量 试试了啊 这个时候我们定 objectsb吧 这样写吧 f7编译吧 因为我们现在 没有写b的 构则函数 对不对啊 所以说我们就这样 一写 你会发现失败了 你一写 发现失败了 但他说是啥 他说没有合适的 默认的构则函数 没有合适的默认的构则函数 不是说 这个类没有写过的函数 是不是cb应该给我们提供一个 默认的 午餐的构则函数啊 但是你会发现 在这个b类里面 组合了这么两个对象 但是呢 他没有方法 也没有机会 去磋实化这两个面量吧 所以说就会造成这个问题 所以说就会造成这个问题 像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一个类里面 b组合了另外一个带有参数的 这么一个固代函数的这么一个类 但是呢 在定义b类的时候 因为Cb应该要分清楚 给这个b类的对象 分配多少内存 但是他没有机会 磋实化 他没有机会去磋实化 这个a1和a2 所以说呢 他没法去磋实化 因为必须要调用有参数的反术 所以说必须调用a类的 有参数的反术 所以说就会出现问题了 他就在这里提示 说没有合适的默认的反术 所以说这个问题 即使你这么写了 你写一个有参数的反术 你写啊 还写的挺好 b1 加和线 b2 然后呢 你这里面写 1 2 F7变一把 你发现还是有问题 他提醒你 说没有合适的 默认的构造反术 可以了 言外之意是说 定义b的时候 需要戳戳a 然后呢 a类需要 必须提供一个 有参的构造反术 但是呢 b没有啊 你只要没参数 没有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就是戳戳列表 派上有参 所以在这正场合 没有办法了 CGR 做CGR编辑器的这一帮大牛们 又给我们做了一个新的语法 就是它 CGR提供 错识化列表 对成员变量进行错识化 它的语法是这样的 这个是构造函数 写的外面 它是这个欲啊 后面是一个写的 后面呢 它看好了 后面是逗号 逗号 逗号 这是 重新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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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针对我们的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解呢 这么解 在B的构造函数里面 写一个冒号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你要不是戳戳AE 对不对 AE 然后呢 戳到AE 这个对象 要把什么呢 看好了 加个括号 把它参数和它传进去 一个是1 对吧 你看 有几个写几个 然后呢 A2 然后呢 2 那同时呢 你也可以给自己的B1 B2 进行冲实化 你也可以不不写 都无所谓 F7编译吧 你看 这样就过去了 这就是 勾造函数 勾造函数 冲实化列表 是吧 勾造函数 冲实化列表 OK 那我们总结一下吧 勾造函数的 冲实化列表 解决 就是 在 B类中 组合了一个 集成了一个 组合了一个 然后呢 其他类的对象 A类 对象 当然A类对象是有参数了 A类 A类 有 使用了 有参 勾造 函数 写了勾造函数啊 A类 写了 勾造 设计了 设计了 勾造函数 啊 那根据我们勾造函数的 对象规则 你要写了 勾造函数必须要用 对不对 根据 根据 勾造函数 勾造函数的 调用规则 写了 勾造函数 写了 勾造函数 写了 勾造 写了 A类的 勾造 A的勾造函数 必须要用 必须要用 哇 设计了 所以说啊 没有机会 戳实化 A 没有机会 戳实化 A 那 新的语法 拍摄语法 新的语法 哇 新的 语法 就是勾造函数的 收货列表 拍摄语法 然后呢 它的语法贵 就这样的 OK 这个试完以后呢 我们 再看 在这里边 我们看 最精彩的用法 最精彩的用法 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比如说 在这里边 B 呃 你也可以 多传两个 再设计一个啊 再设计一个 因为过得好像可以充载 对不对 你也可以传三术 什么叫传三术呢 我跟你说一下啊 嗯 这个是 V R 3 编辑3 就好 MN嘛 M N 对吧 那你怎么做呢 这么做 把B1 嗯 B 下方线B1 B1 等他 然后呢 再来 然后呢 B2 这个所有属性 它的所有属性啊 B2 然后 然后这个时候啊 你可以这样 你这个M啊 可以 多参数 传进去啊 这样 这样这样也可以 没有意思吧 也可以 嗯 那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定义B对象的时候啊 定义B对象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这么定义啊 那 2 就是 3 这个是4 啊 你看 我是韩兽充宅啊 你看 他就是 他支持这个语法 就是你设计的时候 也可以这么 就是把这个参数 也这样传给他 明白吧 嗯 那你以后还要注意了 这是 就是经典的用法 我给你展示一下啊 这时候用法是没问题的 好了 嗯 参数传递啊 参数传递 这是第一点 我想我要说的 说完刘畅成立以后呢 我再给他讲要什么呢 调用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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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意思啊 就是说 像这种情况啊 我再写哈 我再把A里的过的还要写哈 是不是这样 我再打一句话吧 哎 看好了 都关键熟了 先关键A A 那我们 输出A了 然后呢 这样 然后呢 A 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 然后呢 再来一个极核函数 极核函数 啊 然后呢 这极核函数 再加上 极核函数 极核函数 OK 然后呢 嗯 就是这样显得 就可以 查到对上的成分周期了 哈 那 这个呢 完以后呢 我们再看啊 下面 就是 请问 这个 工作函数的定用顺序 是什么样子的 你比如说 我定义这个参数B 简化一下 你说是 先执行哪一个类的 工作函数呢 言文之一是说 先执行 B1类的 构核函数 他 还是 先 再执行 这个 李白的A1 这个对象的 构核函数 还是再 呃 再执行 A2这个对象的 构核函数啊 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 相对这种混搭 情况下 他的构核函数和 系构函数的 执行顺序 是不是这样 呃 结论是 我先告诉你结论 先告诉你结论啊 首先呢 先执行 被组合对象的 构核函数 如果被组合对象的 构核函数 组合两个对象啊 那么按照这个定义的顺序 尽量用 如果 组合对象 有多个 有多个 按照定义顺序 而不是按照 戳核化列表的顺序 是吧 然后这个 然后呢 西构函数呢 西构函数 西构函数和 构核函数的定义顺序 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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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 币略的构核函数 还有 西构函数 给补全 OK 那我们测一下 是不是这个效果 这样的话 我搭建一个舞台 来让对象唱戏 阿不 这个s play 阿不 这个s play吧 然后来个面谈说 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嗯 OK pnc pnc 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啊 这个有了 这个也没必要了 嗯 那这里边我们只需要要一个就行了 这一个就把问题给解决了啊 嗯 好了 我们看一下吧 f9 过一把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用类币定一个对象 啊不 这个是 呃 b2 然后呢 f11 看有没有调用币略的构核函数 然后呢 我们执行f11 这个时候m 呃 这个是1啊 这个是2 这个是3 这个是4 然后呢 我看 这个是3 这个是4 然后呢 f11 看好了啊 f11 跑哪去了 跑A6里面去了 所以说 先执 先执行 被组合对象的 做的函数 出来了 3 是吧 A等于3 就是说 就是如果组合了多个对象 先按照这个组合的顺序 现在是A1是3 对不对 你传进来了吗 A1是3 对不对 然后再往来 f10往下走 再往下走 再执行 另外一个组合对象 A等于4 对不对 执行完以后 再执行自己的 是吧 再执行自己的 过程 执行完之后 当我们retail的时候 吸购是什么呢 吸购的时候和 我们 可以搬打出来 吸购和我们 勾到的是相反的 你看 是吧 当然这句话 B这个 蛇打一句话 你看 先勾到了A 等于3的一个 再勾到了A等于4 然后呢 再勾到B 勾到B以后 然后呢 再吸购B 再吸购A4 再吸购A3 是吧 正好吸购和勾到的顺序是相反的 嗯 再等一下 我把这个地方敲一个啊 B B的勾到 B的勾到 然后这个效果会更加明显 B的 走走走 是吧 勾到A A对象的A 等于3 A对象的 呃 A例的 A3 A4 然后呢 B再勾到出来 然后呢 再吸购B 再吸购A4 吸购A3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非常重要的啊 嗯 另外呢 我现在还给大家强调一下 这个啊 这里我们发现 是先 戳出了A1 再戳出了A2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戳出了的兴趣啊 如果你组合了多个对象 是和 你这个定义的兴趣有关系 如果 和你这个参数列表 没有关系啊 那比如说 我们把它电脑电脑 和这里有关系啊 CNP 只会按照这个兴趣 就 那我们发现 这个时候应该是先 来 A2 对不对 A1应该是4的点 走 走 走 看一下 是吧 先来 呃 4 再来3 然后再来B的构造函数 然后再执行B的系统函数 再执行 这个系统 A3 再系统A4 是吧 嗯 那这样的话我们 就这几点 这个语法需要大家掌握的 第二呢 这个组合对象里边的构造系统的顺序 第三个呢 是 组合对象 组合对象 为组合对象的执行顺序 为组合对象的构造 顺序 和 与定义 与这个定义的顺序 顺序有关系 与 戳式化列表的顺序 没有关系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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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